隨機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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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是打教學的好不好 我這是打教學的好不好 我這是打教學的 裝甲塔教學的可以 反正一開始還是要 一開始 先找到四隻羊 這四隻羊找不到會很頭痛 然後另外兩隻羊也是要 去探路 去探路 這個路很近很爽 這兩隻羊分別去探路 你先麻煩用續伏的探路 你先麻煩用續伏的探路 續伏的是按著他 插旗子 插旗子他就會走你旗子的地方 然後最後一個點就是 你要他回去的點的地方 最後一個點 解說要贏啦 贏才是 贏才算正確的解說齁 打樹的話就對了 就當沒發生這回事好不好 這場要打22匹 打22匹 黑塊教學 剛剛是打黑塊啦 剛剛是打黑塊 這場運氣不好齁 你看到現在都還沒發現其他的資源 有啊 發現一頭豬了 然後開始選 伐木的地點 通常會選 後面而不是選前面 前面容易被打嗎 容易被對方K 你封建被對方K的話對不對 沒有木頭會很痛苦啊 走來走去的 這邊也可以啊 我選這邊好啊 我選後面好啊 這個打豬 對不對 讓 讓豬到最中心然後 催眠躲進去裡面 是最安全的 以免 動不動被豬打死 還有啊 我剛剛 一個小技巧就是 不要研發織布啊 這個是最基本的 織布要 遲到 你上 你上差不多 封建 點封建的時候再研發織布 這樣才好 織布越晚研發對不對 經濟越好 四個村民伐木啊 其他就是繼續 繼續 繼續做你想做的事 通常是罰 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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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的情況就是 趕快打第二隻豬 因為 你越晚打豬就對了 豬 豬會被幹走 這種 反正 你打這種 這種 區的話 18 到 2K左右 對方就會被幹豬了 像羊全部找到對不對 羊全部找就來那個 打 趕路 我剛說最少要趕兩隻嘛 對不對 像這個這麼近對不對 你可以趕到四隻都可以 就在屁股後面 停留一下 他就往前走 因為 要不然 直接放下 他就把運動 尖叫 店鋪 上去 喝 開 回家 這個 蝙蝠 太 不然 離開 他已經有50個豬肉 不是50個豬肉 已經有10個豬肉 你再去趕的話 身上空間浪費掉 這場打馬爆 打馬爆轉攻 剛剛是黑塊轉攻 這場打馬爆轉攻 差不多3、4、5個馬肉 現在比較忙所以沒辦法觀察地形 這個地形比較不好 跟剛剛比的話 這場打馬爆轉 盡量趕快把這個 路都趕過來 因為這路這麼近對不對 是爽爽到自己 他來了哈 他來了哈 因為這場我打比較保守打法 我是 我沒有打黑塊 打黑塊你就沒辦法打這麼多路 打黑塊只能打兩頭路 如果打肉馬爆的話 你可以把路全部趕回來 因為 因為沒有這麼早進攻嘛 黑塊的攻擊時間點很近 你現在打22匹哈 然後八個人 八個人採採數 八到十個人 我說過嘛對不對 點風箭前 點風箭前 22匹點風箭前 在研發支部 這個失誤哈 沒有放箭把它射死 算十五 這個算十五 這個算十五 因為我剛剛 剛剛畫面在那個 在趕路哈 盡量不要讓血少村民出去工作 因為容易被打死啊 對方會有那個 對方會有民兵來 偷襲你 寫掃盡量不要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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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掃盡量在TC裡面 寫掃盡量在TC裡面 然後再來拉兩個 寫掃盡量的村民去伐木 我是建議八到十個人啦 他這時候來打黑塊啊 會會 會痛啊 要開始佈局等一下 的防守 我是建議 我是喜歡 把軍事建築蓋 往外面蓋 看這個地方 我是喜歡這樣圍啊 這樣至少我左半邊 會比較 比較無餘啊 我真的有點失誤了齁 既然沒有把這個均勻蓋好 有點失誤了 那個石頭 他在附近的話 代表敵人就在家 敵人家就在附近 要小心 我這個馬爆打法 肉屯的非常多 找到對方家了齁 小心喔 不要不要踢去吃的到 小心喔 不要不要踢去吃的到 這個家裡還是要圍一下 他打靶場啊 他打靶場啊 他打靶場 刺頭人做事非常多 差不多生四隻刺頭就好 配自己的就五隻了 配上自己的 他可能會生槍兵啊 他這個羊沒有找到 生五隻就好 然後家裡準備轉毛病 因為他對方的那個準備來了 這都蓋在外面 這都蓋在外面 讓對方多生一點那個 多生一點 槍兵是你的責任 對方生槍兵對不對 就沒辦法 好好跟你打 這隻弩兵死定啊 被我抓到 槍兵開到槍兵快跑啊 槍兵開到槍兵快跑啊 槍兵快跑啊 槍兵快跑啊 才把槍兵快跑啊 這麼重要 這看起來 槍兵就空兵啊 其實 放進方式 讓他多生一點槍兵啊 他應該這樣鋪 其實你的 你的毛兵不是為了解決他村民 其實解決他村民是一部分 讓他多生點槍兵 這槍兵最沒用了 只能防守 然後家裡這個 不要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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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等一下也為一下 行 他槍兵只要兩隻腳 走不快 你就一直鬧他 蠟寶 蠟寶 他上面沒有生很多 好多啊 喔 你看 他弩冰這麼多 他弩冰這麼多 然後準備 開始挖黃金混點毛病 其實我是建議要維持強啊 因為那個弓兵太猛了 他這個地方有洞齁 剛好進來 他可能有一點危險耶 我覺得 但是我家這個地方先圍好 他這個可能會打不贏我 把他那個弩冰吃掉 他有點被亂到齁 他有點被亂到齁 不過我剛剛有點失誤 經濟沒有顧好 再派第二拖兵去 這個村民對不對 探一下路 把他冰引到後面去 掉到後面去 他這洞還是沒補阿 兔兔兔在幹甚麼 他這洞還是沒有補阿 剛剛很怕他出馬 他這洞還是沒有補喔 他那洞還是沒有補喔 到前面去 慢慢把他的弓兵吃掉好了 針對手 一隻手 好 好 誰 是 人 人 人 本來 眾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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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可以準備上城堡 你看這個黃金量已經夠了 我這個村民要幹什麼 這村民有點失誤 極限定點到了 看有沒有 極限定點到了這個村民 你看有沒有 失誤失誤 失誤啊這個大失誤 輪命也能夠破壞 那你是不是在這房子 我沒有 你不認得這房子 因為我沒有 你無法處理 那你不怕 然後你要去 那你爭論 我沒有 我沒有 現在要打純弓兵 這場打工兵啊 因為這個地方小小的 感覺 等車堡就進去 等車堡就進去 然後現在沒事幹嘛 把家裡圍一圍 這個家裡圍一圍 可以的話是上10強 對不對 上10強 兇奴上城堡有一個打法 就是 可以打 其實這樣調配得不好 支援剩太多 支援剩太多 調配得非常不好 這就是四季國很難的地方 有人打了四季年了 就是還是這樣沒有打好 他這邊大概圍起來了 所以衝 從這個地方進去 我猜的啦 他剛好 我猜的 他來不及了 他去 他去 我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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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的 我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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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 他忘了點城堡 他直接棄權 他直接棄拳吧 他直接棄拳吧 阿媽我兵都進來了是不是 家裡都圍好了齁 其實我覺得 高手很愛圍牆 新手不愛圍牆 或者是說不會圍牆 上車寶其實要先起個2提醒 我剛忘記挖石頭了 他在環境就被封了 什麼事都沒辦法做 上車寶先研發二級色 他研發弩兵 這個東西很厲害 可以跟他批阿 完全不用怕他 你錢太多也可以研發這個 防禦阿 我看他支援點 不要跟他拼印 你從他支援來這邊 到後面去不要理他 我剛剛研發那個彈道學 這樣他移動中的兵就會被打掉 他後面的村民在這邊阿 他要GG了 被我看到了齁 其實兇奴可以轉馬弓 馬弓比較不怕投資車 好 好啦 順便死這麼多幾乎是GG了 我這個經紀沒有空好 千萬不要學我這個爛經紀 GG了 家裡反正 覺得最重要是家裡要為 而且要上十強 那種小小木牆的對 一下就爆了 上次要不然要兩層嗎 你這個木牆兩層 還不如十強一層 這個機器控的非常糟 他被打了 他被打了 地形感覺我比較好 我的地形感覺 我的地形比他好啊 他這個沒挖完之後 挖完之後跑掉了 我地形比他好多 我絕對啦 地形比他好 黃金也蠻外面的跟我一樣外面 但是 他 你看他也是有圍啦 他也是有圍 他的牧區也太鳥 反正我覺得 要維持牆啊 我剛剛那個經濟控的非常糟啊 這個絕對不要學啊 緊張啊 不是緊張啊 你的 手速沒那麼快啊